视频开始前提醒小可爱们 至少完整看完一遍视频再收藏哈 如果你想着先收藏以后有空再看 那么这期视频很有可能被永久 奋用在你的收藏夹里啦 嘿 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关注我一起实现个人成长吧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外地老师阿图 音频版会发布在喜马拉雅外地老师阿图 所有相关视频连接都在本视频下方可以找到 课堂活动第一期闪卡和实用APP第二期 拼音转换 发布以后每天都收到私信和留言 怎么制作闪卡呢 这一期分享怎么用Word制作闪卡 总有那么一些你不曾注意的技巧与细节 包括Microsoft Word的闪卡制作技巧 如何寻找高阵档图片 闪卡制作及保存的所需工具 第一步做计划 列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汉字或者词语 确定用途 比如说清课跟读还是复习 Bingo游戏还是其他的课堂活动 确定闪卡的尺寸 样式是否要加拼音 如何安排图片和文字 那详细可以参考视频 课堂活动第一期 刷卡 第二步是Word文档页面设置 根据个人需求 可以设置打印方向 第三步 踏入表格 为了让每一张刷卡的尺寸尽可能一致 我会借在空板文档 踏入表格 表格形式会根据 每张刷卡的形式和尺寸而定 比如如果制作大尺寸的刷卡 正面需要拼音和字图片 我会设置1x2的表格 并且把格子拉到适当大小 如果制作一般大小的上卡 正面只要图片 就可以设置2x1的表格 完全由需求而定 以四步输入文字 直接输入文字设置拼音 参考视频的实用app 第27拼音转换 也可以直接插入一数字设置拼音 一数字的尺寸和自动换行的设置相对灵活 拖动文本框调整大小 自动换行里设置浮于文字上方 可以避免格式错乱 如果直接输入文字 调整文字尺寸的时候 有可能影响表格尺寸 第5步搜索图片 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谷歌图片 如果大家用其他搜索引擎 也可以找下相似的设置 搜索卡通图片 只需要在图片搜索里加入 关键词卡通或者卡通就好啦 如果没有彩色打印机 又极度需要彩色图片的闪卡 可以介入关键词black 将黑白的蓝球插入闪卡表格 打印以后用彩笔停色就行了 搜索透明底色的 搜索工具栏选择透明颜色 或者transparent 我很常用这个功能 透明底色的图片 可以让闪卡里的图片 看起来更加干净 以前就是透明底和白底图片的差别啦 插入图片 跟印书字一样 将图片的自动换行 设置为 图于文字上方 复制粘贴闪卡模板 为了保证格式和尺寸一致 做完一组闪卡以后 复制粘贴做完的闪卡 只要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 插入其他文字和图片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不要直接粘贴闪卡 而是先插入分格幅 再粘贴闪卡模板 这样的话 在每一组闪卡上做修改 都不会影响其他闪卡的格式和尺寸啦 整套闪卡制作完以后 尽量多留几页空白闪卡模板 方便以后添加同样模板的闪卡 第八步 保存 如果需要在其他电脑上 打开这个闪卡文档 或者需要把这个文档 分享给其他人 很有可能出现格式错乱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建议另存为PDF格式 第九步 常用快捷键 对经常做闪卡 编教材出试据的老师来说 快捷键绝对是提高效率的技巧之一 以下是闪卡制作过程中 常用的快捷键 请洁皮保存并学以致用 重点是学以致用 第十步 常用工技及保存方法 第一个叫做速分机 闪卡是教学中 重复使用率很高的教学工具 建议过速保存 台湾用户在eBay 或者其他购物网站上搜索Laminator 今天要购买速分纸 第二个是打孔器和活跃圈环扣 用环扣保存闪卡 是我目前为止比较常用的方法 在教学工具时评里 知道过如何使用打孔器和活跃圈环扣的使用方法 第三个是彩色印纸板 在课堂活动第一季闪卡时评里 出现过的彩色印纸板闪卡 其实只要把今天介绍的闪卡剪下来 沾填到彩色印纸板上就可以了 第四个是彩笔 有时候急需彩打闪卡 但是一时找不到彩色打印机 在打印透明底的图片以后 用彩笔上色再过速就可以印级啦 希望今天的视频介绍的足够详细 你的点赞、收藏、留言、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